我告诉你啊,以后在家里炒花菜,千万不要焯水,也不要过油,那样太浪费,还很麻烦。 今天这个做法非常简单,看一遍就能学会。 首先,花菜放一勺盐,然后用清水浸泡个十分钟,这样能有效地去除里面的存卵和粘东西。 我每天都在分享做菜小技巧,麻烦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嘛,非常感谢。 油热倒入洗净的花菜,炒出水分,盛出来备孕,另起锅,放入五毛钱五发六,炒出油脂,加拍蒜小米辣,一点豆瓣酱继续翻炒,把它的香味炒出来。 倒入花菜,调味就很简单,放生丘,蚝油,少许盐鸡精,开大火炒个十五秒,最后放韭菜,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 是不是很简单,喜欢你也收餐做起来吧。